巴西龜你就算沒養過都一定見過 但是你對牠又有多少了解 治養的方法又有沒有錯呢 我是巴西龜 但也不是真正的巴西龜 證明應該叫做紅耳龜 來自美國的墨西西彼河 牠才是真正的巴西龜 過往就是因為我們很遲養 所以就被人當作是牠們拿去賣成寵物 天氣開始冷了 不如講解就去到這裡 按常識來說 龜是應該要冬眠的 我要睡覺了 咦?為什麼睡不著呢? 我們說回冬眠的定義 冬眠就是要一個月或以上處於10度或以下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又不是算很冷 如果龜龜在我們家裡你以為它冬眠了 但其實冬天可能只有十多度 它也冷又冷不曬,暖又暖不曬 就會令到牠肺炎了 大家就要記得冬天都要保溫了 最適合的溫度就是26至31度 開個保暖燈照一照就暖了 如果家裡的龜不吃不動 絕對不是正常的 最好還是要帶牠到獸醫院檢查一下 咦?你為什麼不在江裡游泳 而在家裡周圍走? 神經病的我們是可以大到30cm直徑這麼大的 字樣光不夠大,主人就把我放養了 我走了很久都找不到水池 喂,你知不知道方向? 以前有人養龜可能會被牠周圍走 然後吃飯就給牠們放在地上吃 其實水龜,尤其是巴西龜 牠要在水裡吃東西 牠在陸地吃東西是會噴到的 再吃一些臘甲野落腸 更加是危險的 還有,牠長時間不在水裡 水位有機會導致牠反甲 我們就屬於水龜 要有空間游泳 自養乾的水位就要過背 不過,喂,喂,喂 這樣太多了 我們是用肺呼吸 水位過高會累到沒辦法上水面換氣 浸死的 加上浮台給我休息,舒服了 咦,你是誰? 老一輩說養龜要一雙一對 但是老一輩說如果你死的話 我都會跟著你抑鬱死的 其實可能是投放了人的感情下去 牠們沒有同伴的概念 就是會大隻吃小隻 或者同類互相殘殺,然後受傷 可能一隻離開了,或一隻暫時不見了 牠們未必會知道 但就算牠們知道也好 很少說會抑鬱 可能牠們是病 一隻病發,另一隻慢慢潛伏,再感染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根本大家都差不多年紀是中老 所以一隻死了,可能沒多久 另一隻都會離開 我們都是容易治癢的 最重要就是要保溫,定時換水 記得要每天幫我們照六至八個小時的UVB燈 或者曬十五分鐘的太陽 口針就會有機會缺蓋而幻想代謝性骨病 在人工治癢下的我們大概有二十五年壽命 記得要想清楚可以照顧我們一生一世 才好折我們回家 絕對不要中途棄養 游走臥城,記錄人與動物的故事 我是Alex 今月六月,我們決定全線四十五間分店 停勝貓狗 當時說我被捕了 其實死了,我還沒放假 從真摯的人寵感情 乃B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生命的啟發者 去到深度的動物專題 其實很多人忽略了受影響的 除了人之外,其實動物都受影響 判了專業失當的Case 你都不公開那些名字 如回處捉到流浪狗 最患的情況是四天之後 就可以人道毀滅 動物平台 用熱性 談動物情